原味烹调 Bung to Table 生活美学 Things come true 我们的幸福主张就是 健康新主流 台东水植家环境好 养殖的大杂蟹 肉质新甜蟹膏饱满 一点都不输杨成湖的大杂蟹哦 加上台东的新港渔港 有很多新鲜的海鱼 让大杂蟹吃 又种了很多的水草 所以产生很好的保护作用 所以大杂蟹的存活力呢 就比较高又比较好咯 蔡大哥 这养殖大杂蟹 除了要有好的水 好的环境 我发现你这个养的池 周边怎么那么干净 全部有白色的小围墙 上面又那种黑色的网 这个是 这个是黄桃板 黄桃板 就是说我们大杂蟹的话 它晚上都会爬起来 它会跑掉 它会跑掉 如果不微高一点的话 它跌螺汗它跌一点 它一样会出去 它会跌螺汗 这个聪明哦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黄桃 所以你说到夜晚的时候 那个大杂蟹就这样爬上来啊 对 它会爬到上面来 那你怎么样抓大杂蟹 那我们就拿着灯这样抓 像这个就是我昨天晚上放的网子 我们等一下可以拉看看 里面有没有螃蟹 所以你用网子抓 对 也可以在岸上抓吗 对 那网里面你要放什么 它会进去网里面 它有腥味 所以它一大杂蟹闻到腥味的话 它晚上它就会钻进去了 所以它一定会有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哇 我看到了 有有有 它晚上就会跑进去了嘛 大杂蟹这样子算蛮大的 对 这个大概都有五两左右 看一下 大哥给你抓一只出来 我们把它抓出来看看 抓大杂蟹的话 你如果一般没有戴手套的话 你就抓它的两三只脚以后 三只脚 拉出来 第一个 大杂蟹它不会断脚 不会断脚 第二个 你要抓三只才不会断脚 对 第二个它的大盒 它不会咬到我们 你只要抓一边 所以我抓这边也可以 也可以 只要抓三只 对 你坚 我坚 所以就抓一边 拌哪一边 可是抓三只脚 对 它就不会断脚了 我看到它凹也是有毛 它怎么跟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毛蟹很像 很像 它跟毛蟹很像 它是像有三点蟹 花蟹 红蟹 那这个是属毛蟹的种类吗 这个是属 也跟毛蟹类似 它是同科 同科 它这个毛蟹的话 是属于日本中凹蟹 这个大杂蟹是大的品种 它属于中华中凹蟹 它类似可是不太一样 你如果一般我们怎么分辨 怎么分辨 第一个它的颜色比较轻 所以大杂蟹它是第一个 青壳 青壳 白度 白度 青壳白度 黄毛 黄毛 这边的毛黄黄的 对 金爪 这是四大色尊 金爪 有没有它这个爪是金爪 OK 那我们分公跟母是不是 看下面 第一个它两只熬是蛮大的 这一定是公的 第二个 如果翻过来的话 你看它的背 背 沾沾 对 像金字塔形的 这个是公的 如果是母的 它是圆弧形的 OK 那我们要抓几只 来试试大杂蟹 吃看看 走一趟台东 看到大杂蟹的养殖 真是让我见识到 一分更云 一分收获的道理 特别要为这丰沛的台湾生命 按赞 至于我们家Daddy Kevin的幸福主张就是 在厨房里为所爱的家人 烹调健康原味的料理 今天的幸福料理就是 大杂蟹变化料理 Daddy 知道吗 一般大杂蟹市面上吃法就是 清蒸或水煮 还有再来功夫一点就是盐渠 那你台湾的餐馆的菜 你喜欢你点一道啦 我来做 台湾餐馆我最喜欢吃的是 它让我们女生很爱吃的 就是有咕哩咕哩的粉丝 蟹肉粉丝宝 OK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蟹肉粉丝宝是有点 你才用上等的大杂蟹 对…今天我有改良喔 好 大杂蟹一定要吃活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买回来如果今天吃最好 OK 那如果没有今天吃呢 虽然它来的时候放在 你放在那个保利笼 这样子有没有 然后放一罐很冰很冰的 冰水 冰水有没有 可是不是冰块 然后盖起来放在冷藏 OK 它可以活三天 可是呢 我觉得最晚你明天吃最好 不然它的肉会瘦掉 原本它小小没有什么肉 它会瘦掉 会瘦掉 对… 不要吃东西 OK 可是说实在的 每一次我们女生最讨厌 就是处理蟹 对 那大杂蟹呢 虽然这样子 他们说已经很干净 直接处理 我们还是要洗 洗 我又怕它冻到 要怎么办呢 很简单 要么你就是 你如果觉得很狠心 去戳它让它死 你就可以冻 给它冻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给它睡觉 不然的话你就是冰水 很冰的水 冰水 对… 它大概五分到十分 它就已经不大冻了 用这种方式也是一绝 就不用像我们以前在大砂工 或按钮的时候 用筷子 先让它慢慢的活动力量 那我给它 在这边我们就直接把它冻正 再冷藏一天在冰箱 我在想它应该也是在睡觉了 不确定 你既然我们去采访那个大哥 他说绑这个要学的 刚开始 常常都手都受伤 这已经冻过了 你看 OK 好 来 我们先来怎么清洗它 我有发现一点 Daddy 你刚刚让这些大闸蟹 睡在冰水里面呢 是头朝下的 这样它比较快冻 应该是 其实它还是活着的 你不要以为它是死掉了 OK 所以你看这边有一些毛毛的 这些 那我还是要刷干净 一般人他们就这样直接去煮了 我觉得还是要 还是要处理 要刷干净 OK 那里面的 我们今天要煮一个粉丝宝 我里面的气囊什么都要拿掉 OK 那其他要拆吗 要 都帮我拆 他们绑的那个大哥很厉害 你知道吗 他去取经人家如何养大闸蟹之后 就把这个技术引回在台东啊 然后他选的地方就是要水质好 你知道吗 他那个水质好 你还记得好像在一个山凹里面 对 所以那个大哥说 他刚学这个绑那个大闸蟹啊 这个手啊就伤痕累累耶 对啊 他又去研究怎么样让它肉质吃得比较甜 所以就就近取材了 因为台东就是吃乌海产嘛 海鲜新鲜哦 OK 好 那我们刷干净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剪掉 OK 然后呢 这个把它拔掉 那这个呢 有时怕扎到 你看多尖啊 我会把这些尖尖的都剪掉 因为吃这个划不来 如果上到舌头啊 舌尖啊 所以尖尖的我都会剪掉 所以先把这个 好 我拿下来 你上次去台东采访 你觉得它这个蟹 好吃在哪里啊 它的肉质比较甜 然后我觉得他有讲到 它的肉质甜除了为鲜鱼以外 它里面大甲蟹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来自于水草 然后要把那水草养得好 有没有 又有一个特色 就是水只要干净 不然水草不好 对 我觉得它很干净 它是黄黄香后的 然后呢 我现在要把里面的这个气囊拿掉 所以我要先拔开 OK 把这个拿掉 OK 它的糕 听说这个大闸蟹的糕很耐足 它那个冬的比较固固 就好像我们喜欢吃那个榴莲 所以它比较creamy creamy的 OK 糕很多 你今天是挑战糕难度 因为为什么一般大闸蟹 很少人家开糖剖腹这样煮的 因为都怕那个糕流失 是啊 是啊 可是今天因为我们要做粉丝吧 我反而要把它肉跟糕的甜分 是汇在粉丝里面 对 然后我喜欢吃糕 不要煮很久 不要盖在壳 跟这个身体全部去煮 所以我的糕反而会更好吃 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洗干净之后 当然可以安心吃糕 对 然后呢 再来 我们挤一点Fresh lemon 这样把它冲一下 你要这样冲一下 我外面已经冲干掉 掉了 掉了 不会 对 好 然后这个呢 这个里面这个 有那个内脏不要的 肺什么的 你把这边拉出来有没有 有些人吃 跟着出来 没处理干净吃会拉肚子 对 就是这个 它夹在里面我都不知道耶 就是这个是它的内脏 OK 那我们就很安心可以吃这个糕 OK 好 那我还是会稍微洗一下 所以这些一定要用过滤水 对 干净的水 OK 好 就这样子 OK 来一个台湾的吧 台湾的就像有家粉湿的感觉 对 其实在台湾 大部分台式餐厅会有 还有类似 港式料理蟹肉粉湿宝 还有云泰的有 对对 OK 那我们今天呢 是用选择宽粉湿 我今天的煮法不一样 不是用这种很多油 炒的油油腻腻的 那我这个粉湿 买回来只要泡10分钟到12分钟 就OK了 我不要泡过软 因为呢 我今天会有微鸡高汤 所以泡 不会硬邦邦就好了 QQ的 不要over OK 那螃蟹的原则 原则上就是 竹姜 那这些姜可以吃的 所以你可以不要切太厚 OK 你就是把它直接 来 放一点 放一点好油先 再来放香油 好 对 OK 来 滚到 OK 好 那我们把这个姜先下来爆香 嗯 这个姜给它全部都爆香在里面 OK 那我其实喜欢 这个葱啊 也是爆到金黄色 它的葱味才够 嗯 OK 我们这边呢 今天比较健康加分 我是加了这个白菜 OK 那因为这个白菜梗 它有一个厚度你不要买太小的 因为我今天要炒在下面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台湾的白菜 有没有 我们就是给它梗分开 我觉得做的那个是唯一煮白菜 我喜欢台湾的白菜 它梗厚实 是是 叶子要切一下 因为今天是配冬粉 可是不要切小湿 那一定要沥干 因为我们今天有煨鸡高汤 那我喜欢说梗垫底下 有没有 叶子保住在上面绿绿的 所以呢 我会把叶子跟梗分开 我发现这个姜跟葱 有适度的爆香之后的香气 你用过人 是 会让人家睡觉 OK 好 可以了 终于拿起来了 我要烤螃蟹了 OK 好 那我们这个螃蟹 一样就是整只烤 因为这个贝壳比较厚 所以呢 那个脂肪的部分朝下 那这样等一下 你把它提到那个螃蟹上面 直接多下来 这个蟹分开煮 冬粉分开炒 你的冬粉没有蟹肉的一个甜分 所以我今天要怎么来结合 我们先把这个蟹 烤到七分熟先 因为冬粉都很快 OK 所以Claire现在把那个爆香的 这些姜 你爆香到薄薄这样香 很好吃 OK 开始来咯 大概如果六两的身体 要大概七分熟 你一定要三分到四分钟这样子 三分钟 OK 然后这个丝也不要太小的丝 大概一公分 因为我们如果要拿来 微冬粉这种东西 你太细丝 你的红萝卜什么都过熟 没有吃到营养 这样才会好吃 如果一般我觉得在外面吃到 粉丝饱有一个缺点就是 因为要粉丝入味 有时候就放在油跟汤汁很多 然后再来菜不够 就是蟹跟粉丝而已 就吃不到那个菜 那我们自己在家里煮的 就是多不同的人数进去 然后你吃到菜吃到粉丝也吃到蟹 不敢吃辣 你用大辣椒 这个只是配色 有没有 我们把辣椒纸拿掉 然后这样斜切 这样子大辣椒配上去 它特红 OK 好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味道 什么味道 我们自制的 自制辣酱 辣豆豉酱 你记得吗 我们上次教 可以煮那个凤爪 可以煮好多东西 那我们今天呢 干拌面 对 因为在新加坡 以前有一道螃蟹 是用豆瓣的味道 所以我今天做这个粉丝宝 保证很香 因为今天这个爆香 已经爆够香 所以等一下呢 我抹在那个整颗螃蟹 它不用再爆香了 因为里面有蒜头啊 就有香料了 对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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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这个呢 可以来一点细的海盐给它 让它有一点咸度 一点点而已 然后来一点那个 黑胡椒的一个香气 一点点哦 因为我今天是吃那个豆瓣味 OK Just a little bit OK 好 现在重点来了 你给我一个盘 它已经到七分熟 可是你的锅底先有蟹的香气 对 也是 也是这样子 因为既然你要结合这样的一个粉丝 就像我们切那个米糕 你如果说螃蟹另外煮 米糕另外煮 再来结合 那这样子不好吃 OK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再来给它一点点 如果有豆瓣味 一点点香油味 它是合适的味道 OK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该爆香的爆香 好 木耳来啦 木耳你爆香它会更Q 然后呢红萝卜 所以这个粉丝宝一般大部分就是加中国芹啊 葱段 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健康加分的 OK 这个梗放底下 先把它炒一炒 OK 炒在一起了 因为这几样在底下是OK的 OK Good 很健康 OK 然后呢 再来把这个螃蟹盖回来 OK 哇 这些糕都很好 那下面已经煎金黄色了 小小都那么多糕 你看 这个才凉凉的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辣豆瓣 烤在上面 当然我们不要在外壳就好了 等一下它会掉在粉丝 我们不要给它浸到糕里面 所以难怪它把那个蟹壳跟身体再复合在一起 OK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粉丝啊 盖住 对 粉丝可以拌一点酱油 加一点加油 对 这样我就不用很多的寿司去烧粉丝 这样你吃起来粉丝才不会太熟 不然常常吃到粉丝是太多调味料 好 那一点辣椒下来 辣椒粉上面 然后葱 哇 我觉得这道菜好适合在抽筋的时候来吃 这个那种粉丝爆就是层层覆盖 真的很棒 所以它是层层叠叠的那个味道 有没有 那再来有鸡膏汤的 先呛一点酒来 好酒先呛下来 来一点 快点 这样淋在蟹 对 对 对 Go 不要太多酒味 先呛酒 然后我们用点绍兴 让他们说吃蟹的时候配绍兴酒很适合 那我们刚才把绍兴酒呛在里面 OK 那我们现在粉丝让它吃到汤头里面 OK 那我们的白菜叶这时候要盖上去了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它这种台湾的白菜它是水分够的 你在最高的地方把它盖上去 这样子你的白菜不会说煮到很烂很烂 是 可是你这样是把叶子覆盖在上面的时候 还保持绿绿的 很有透的感觉 OK 然后再把辣椒片覆盖在上面 你越来越厉害了 对 你再把它盖起来 一分钟给它 你再拿一个干净的盘 因为等一下呢 我又要把这个螃蟹抽出来了 不要拌来拌去 乱拌乱拌 抽出来 你再来把那个宽粉丝跟你的菜 好像炒米粉这样混在一起 这样懂吗 OK 明白吗 Yes 容易 容易 Yeah 好 我相信了 就是这种感觉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它叶子还是绿的 Yes 好 你要吃的是营养的 That's right 你看我的这个粉丝已经透明了 真的耶 而且我发现一点 我们放了蟹 然后再把粉熏到蟹的香气 对 可是我现在要先把蟹找回来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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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我想拌这个冬粉 对对对 我昨天睡不着 我还在想这道菜到底怎么呈现 所以观众朋友 我已经帮你想好了 这样子满意吗 你们满意吗 这样的煮法是不是很简单 你看 你有沒有发现一点 弟弟你真的很厉害耶 今天这个程序 你看 我们是把那个辣酱有没有 裹在蟹的上面 然后那个粉丝熏在上面 可是我发现现在粉丝就入味了 好 OK 来 就这样子 OK 就这种感觉 OK 哇 你看 鱼琴炒都粉一样 这样是不是很好炒 Yes 然后呢 现在又把它放回来了 又再把它放回来了 又回来了 又翻身了 加冰蟹这样 那我们再把它放下 Yes 你看 而且用宽粉丝是对的 因为一般外面都用细粉丝 有时候勾在那边的时候 它有吃很多咸度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的味道 味道是刚好的 然后它的粉丝呢 还有透明感 还有QQ 我跟你讲 大杂蟹不是煮到像黄金黄黄的 它这样就OK了 你再煮到黄黄啊 它可能过熟了 OK 你看 这一口粉丝里面 有菜 红萝卜 有木耳 然后最主要是它吸收了蟹的精华 我觉得80岁阿嬷 不能吃螃蟹 可是可以吃粉丝 所以这个粉丝 如果说两杯高汤给阿嬷OK 等一下 真的 你吃吃看 然后吃起来 因为有家的木啊 乖乖乖的 然后粉丝是滑滑滑的 我跟你讲这道菜 你们不做你们会后悔 因为太好吃了 Yes off 连冬天呢 刚好这个时候 热热的 常常台风来啊 哇 那么热 然后滚滚的 像滚滚这样子在煮 有叮咽的感觉 对 OK Yes 我先吃了 这时候把蟹翻上来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蟹翻上来 它不会 因为下面我们还继续有余温 在让那个粉丝啊 这些保持它的那个热气 然后蟹在放在上面的时候 味道又回流了 我跟你讲这个冬粉 今天有那个 我们自制的豆瓣 太好吃了 你看你的表情 哇 美味 美味 很Q耶 对 因为没有泡太久 刚刚好 太棒了 OK 原味料理上菜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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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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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不要拌太多冬菲 因为我要吃糕的香气 你看完全 就好像那个糕去 我们大杂蟹的糕去拌白饭 要不要 没有 你辛苦了 给你吃吧 你吃啊 你吃没关系 因为这是正确的吃法 OK 教你吃 好不好吃 我先吃一下 都是蟹的香气 真的 这样的吃法 我刚刚就不对 我就没有勾到一点点 太放太多那个粉丝了 就是这一点点 那个糕 蟹糕 哇 好好吃哦